乳姑不带 二十四孝之时 朝代唐朝 孝子唐夫人 向老夫人请安 给曾珠母请安 媳妇见老夫人 最近消瘦了很多 不知老夫人身体如何 身体并无大药 只是人老了 牙齿都掉光了 吃起饭来有些困难 老爷 最近老夫人精神不太好 母亲一向身体健康 为何会精神不好 母亲年纪大了 牙齿掉光了 吃饭很困难 这可如何是好 奶奶奶奶 曾珠母为何牙齿都掉光了呢 因为曾珠母老了 人老之后牙齿就会掉光的 牙齿掉光呢 不就不能吃东西了吗 是啊 所以曾珠母才会不开心呢 那要怎么办呢 哎对了 小孩子刚刚出生也没有牙齿 可是他们可以吃母亲的奶水啊 如果曾珠母也有奶水 可以吃就好了 男儿 不得胡言 老爷 男儿说的不无道理啊 母亲现在牙齿掉光 吃饭困难 趁我现在还有奶水 让我来孝敬母亲吧 夫人 这 这怎么可以 老爷 鸟雀上之反仆报恩 我们又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挨饿呢 夫人竟有如此孝心得行 让为父 请受为父一拜 老爷不必多礼 作为儿女 孝心父母 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老夫人 吃饭了 媳妇 这是 老夫人 这是 这是 这是媳妇的奶水 啊 这 使不得呀 使不得呀 母亲 恕媳妇不笑 母亲牙齿掉光之后 吃饭困难 每日挨饿 媳妇看着痛心呢 是母亲辛苦把儿女一手拉扯大 现在 现在您老了 也是儿女孝敬您的时候了 请母亲不要再推辞了 好 好 媳妇 快快起来 我吃便是 这真是 这真是 几世修来的好福气呀 我这一辈子最欣慰的 就是能有这么个好媳妇 男儿 我走了以后 你们要好好孝敬她 男儿 记住 长大了 要好好孝敬奶奶 嗯 三周母 男儿记住了 给奶奶请安 奶奶 自尽身体可好 好好 男儿 有你这么孝顺的孙子 奶奶身体好得很啊 想想当年 奶奶对曾祖母尽孝之举 孙儿至今铭记在心 孙儿也一定好好孝顺奶奶的 还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都做一个孝顺的人 好好孝敬自己的父母 为孩子做个榜样 将来也同样会得到孩子的孝顺 这样世代相传 让我们的后人 懂得孝心得行的重要 便会是一个到处充满温暖的世界了 要之亲恩 只看儿养儿女 要求子孙 必先尔孝爷娘 让我们来看儿子孝顺的孝顺